科技不无聊 我们来吐槽 一起来看一下过去一周科技圈发生了哪些让你难忘的事情 我们现在开始 现在有很多同学问是否应该买iPhone14呢 我明确都告诉你距离iPhone14还有5个月的时间 你能等5个月吗 如果不能等的话 那你现在买也行 反正5个月之后 你的产品就会变成上一代 这里就是由知名的爆料人所带来的消息 本次iPhone14有4款产品 两款小的分别是14和14Pro 两款大的是iPhone14 Max和iPhone14 Pro Max 输过来的话你会发现 参号屏在你的屏幕上方时时刻刻提醒你 我是新的iPhone14 放在一起 是不是觉得和谐了一点呢 根据爆料人带来的消息显示 iPhone14这一代产品 并不都会升级最新的A系列处理器 而是会有一部分升级 一部分不升级 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目前呢 苹果是每年升级一代A系列处理器 但是到了iPhone14这一代 将会在普通的数字正代版本上面 继续保留现有的A15处理器 而不会升级A16 那你升级了个啥呢 那么从目前爆料出来的参数显示呢 首先iPhone14 Max将会升级大屏幕 还有下方的6G内存以及高刷新率啊 但是只有90赫兹的刷新率是吧 这不是满血啊 算是残血高刷新率 好 当然会有同学关心说 那iPhone14升级了什么呢 从爆料参数显示 iPhone14它改了名字 从iPhone13改成了iPhone14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对 不只是改了名字啊 它还升级了6G内存 本周国外Windows用户发现条神奇的事情 微软呢偷偷的在Windows11的菜单栏里面 塞入了惊喜 是什么惊喜啊 咱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是咱们Windows10 和Windows11的下方的搜索栏 那么现在的话呢 在一部分用户这里啊 变成了一个赛马的图标 这里放大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部分用户呢 看到这个之后啊 开始大量的吐槽 我估计啊微软官方可能还觉得挺高兴 说我们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 在这个位置放来这些比较漂亮的图标 原来都是黑白色的放大镜 现在变成彩色的小马图标 给大家送马是吧 你会觉得高兴吗 觉得高兴打个1 觉得不高兴打一个2 暂时应该还是一个小规模的推送 未来会不会推送到大家的电脑上 还不是很确定 大家如果有收到马的同学 大家可以打一个1 没收到呢很期待可以打一个2 完全不期待千万不要给我推可以打一个3 反正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windows呢 它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桌面操作系统 这个不要老推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今天你给我推了个码 谁知道明天你在这推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作为一个工具啊 干好自己工具的事 就就就就就行了 是吧 本周呢有一条消息登上了热搜啊 就是之前呢 控诉特斯拉刹车失灵的车主 在社交媒体上呢公开发文道歉 承认呢是故意编造虚假信息 实际上当时呢是把油门当成了刹车 造成了事故 那么后来的话呢 因为怕责任事故等等 那么在宣传自己的这个事的时候呢 说成是踩刹车 但是刹车失灵 那么最终在去年的9月份啊 法院下达了民事判决书 对于本案被告特斯拉造成了名誉损害 那么要赔礼道歉 就2021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有好几起这样的事情 当时呢还有很多人都调侃 看我身边有这个特斯拉的车主啊 还会有人去问 哎你那个车能不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 当时开特斯拉的这个用户都是觉得 自己受到了1万点暴击 特别是在经过去年那段时间 媒体狂轰滥炸的报道之后呢 之前看过一些说法啊就是 造谣的时候呢 它会引起广泛的宣传 以及大家广泛的传播 但是辟谣的时候呢通常就没什么人去看 本周 已经驰骋江湖22年的苹果 iPod播放器系列 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意啊官方网站原话是库存已经不多 要买要抓紧了 对吧 那个时候呢 iPod touch classic 都是非常经典的产品 一个设备里面装1000首歌 而且轮盘式的操作也非常的灵敏 当时呢有很多学可能买不起iPhone 很贵嘛 那相应的功能差不多的iPod touch 外形是差不多 就这个啊 但是呢功能上面也差不多 除了不能打电话都挺好的 那价格只有1 2 甚至1 3 所以很多学生呢也会购买这个产品 但是再后来的话 随着iPhone呢 推出的越来越多 这个产品呢就变得越来越小众了 2019年最后一代iPod touch 推出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更新了 19、20、21、22 这已经4年过去了 那么在这款产品推出来之后 实际上它的销量不是很理想 因为大家都去买iPhone了嘛 所以呢 那个目前市面上呢 就没有什么人去购买 但是 当苹果宣布 库存已经不多 就意思要停产之后 全球消费者都疯了 海内外消费者 把所有的iPod touch在售的 全都抢购一孔 听说这个产品要下架了 都去抢购去了 4年都没卖表的iPod touch第7代 一瞬间 一晚上就卖没了 什么叫库存克星啊 是吧 战术后仰 当然不排除 可能有一些这个黄牛可能看到了机会 觉得 这是不是可以囤一下啊 但是我想说的这些黄牛 它可能是这个脑子不太好使 iPod touch 它是真的没什么可吵的 这是当年乔布斯在发布会上 介绍iPhone时候的图片 那么乔比斯呢 当时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接下来将要发布的这款设备呢 它是把iPod 电话和网页浏览器 这三个设备合并到一起 变成了下面的那款产品 也就是2007年的iPhone 也就是说 iPod 并没有离开我们 而是 它避入到了iPhone当中 以另外一种形式 陪伴在你的身边 而且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目前市面上呢 有很多的设备 比如说 苹果的iPhone SE系列 价格呢 其实和它是差不多的 那功能呢 又比它强 那你说它的存在意义还有多少呢 也就是说呢 收藏价值的角度来说 iPod touch 它是远远不如其他的苹果设备 那对于黄牛那些炒货的人来说 你可以多囤一点 你可以多囤一点啊 可以多囤一点 没问题 什么叫库存克星 4年卖不出去的设备 一玩就卖下去了 小米12呢 一直是话题之作 但是呢 有相多多的用户呢 会很关心 说小米能不能推出一款 天机系列处理器的产品 来问大家一下 你觉得小米会不会推出 如果会推出 会在几月份推出 好那从最新消息显示呢 已经入网了 这是来自于外媒那些报道啊 这就是所谓的小米12s pro 但是应该是和之前的小米10s 近似的这么一个产品 从入网信息显示的话呢 发证日期是在2022年的4月29号啊 那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从发证到最终上市的时间 应该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它最终的上市时间 很有可能会在七八月份 国家媒体报道呢 这次发布的应该还是双平台 会有消灵8plus以及天机9000 两个版本啊 可能会有同学留言说 那我明白了 这个天机9000呢 就等于消灵8plus 这我可没说啊 那可是你们说呢 最后一条消息 也是一个让我有点脑血栓的消息 所有苹果产品当中 我个人啊 唯一的还算比较喜欢的 就是苹果的iPad 这个就是外媒 根据最新的泄露资料 所绘制的下一代iPad图片 方方面面瞅着还行 但是你仔细看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它采用的是超窄边框 哎那我就很高兴 你看这个边框 我觉得还是有点宽 侧边经典的设计 凸起什么的都还是比较常规的 边框确实很窄 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个样子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还有一些经典的设计 但是有一张最重要的图片 在这里 就是超窄边框下一代的iPad 看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的心呢不学好是吧 是谁这么设计的 给我站出来 我宁肯要厚的边框 我觉得这个边框一点也不难看 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上刘海 好不好 本来啊我还说 当我看到这个边框的时候啊 我说啊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iPad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的位置的时候呢 我说哦原来这是噩梦 那么来问大家一下啊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 觉得是真的打个椅啊 觉得不可能打一个二 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 这个广告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啊 非常熟 这是三星拍的一系列广告 当时呢大家都觉得哦 这是三星为了吐槽苹果的刘海 但是 就在上周 三星全球首发了 Galaxy Type S8 Ultra 顶尖的安卓阵营旗舰平板 注意14.6寸的刘海平平板 就是这个样子 哎 你看 我就刘海啊稍稍往下一点点 有刘海但是不完全刘海 这是真击土啊 是不是很俏皮 哎 来大家给这个三星的刘海平板打一个分数 满分十分来打一个分 不允许打负分啊 只允许打正分 上次看到三星这个广告 我还以为是吐槽苹果 想不到三星这是给自家产品做预热宣传 那现在看起来呢 苹果也要发布刘海平的iPad了 这一次三星终于领先了苹果 好吧 这就是以上一周草点的内容 这周的科技圈真的是让人无语 这里是科技美学的一周草点 我们下周再见 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 多赚money 天天都能休息 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 感谢大家的点赞 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 给大佬们磕头了 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 我也试试刘海的发型 我干嘛 什么样子 人靠衣装马靠压子 这个换了头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